记住啊 开光和加持是两个概念哦 这个是大家最喜欢的 富贵 招财 古曼的富贵 不用去看 不要去闻 不要去尝 不要去听 要用你的脑去想这个世界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杨仔 Hello 大家好 我是壮壮 我们那是一档普及泰国佛牌知识 揭秘泰国神秘文化 登门拜访泰国各大高僧大师的科普雷访谈节目 哎 我们又来了 今天啊 咱先说一下这个 就是我们有很多善信呢 它会有这个情感方面的困扰 特别多 然后这块福布呢 我觉得很神奇啊 写上两个人的名字 然后呢 把它包好 放在自己的枕头下 有一种神奇的功效 具体这种神奇的功效呢 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来问一下今天这个大师 在这个泰北啊 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师傅 哦 啊 是这个虎颜师这个法门的一个传承人 那我们就听听他的故事 哎 走 哈喽 大家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位师傅呢 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给大家认识的阿赞宏师傅 阿赞宏师傅呢 是清迈年轻师傅里的佼佼者 也可以说是代表人物之一了 现在呢 我们先问一问师傅 哎 他师臣在哪里 你好 你多说 啊 OD サ 坐在哪里 阿赞哈 Ndang 拖腾来呐看 阿赞练为佼者当带 阿犹头来呐看 连维者当带还有10省 7省了 噢 嗯 哦 我们刚才看到 师傅曾经当小沙迷时候的这个照片 师傅从十二岁就开始研习和修习这个法门了 是非常非常早 师父呢 出家为僧九年的时间 刚才我们也看到那些 师父原来的照片 在深山里修行 包括学习佛法的这些照片 师父用十一年的时间 去修行这个虎言师这个法门 我觉得台湾的朋友 应该是会比较了解一些 包括福建 朝善 这些朋友呢 应该会了解 因为就是我们的虎爷 就是虎爷 他的力量呢 是非常大 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 我们现在看到呢 我手里这一尊 就是虎言师 择音论能 虎言师的仪器 现在我们问一下师父呢 这个虎言师 到底它的功效是什么 虎言师 虎言师是一个很古老的法门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虎言师的腿上的这个经文也好 这个符文也好 都是来自于这个 古法缅甸的赐福 这种赐福呢 非常非常非常痛 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这种赐福呢 一般来自于太缅边境附近 它的功效是什么 是让你去挡 挡鬼呀 挡险呀 挡灾呀 挡一切的灾恶 然后还可以帮你在事业和生意中的提升你自己的这个威望和力量 研习这个法门或者是去拜这个法门 你会接收它的力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然后你就像老像老虎一样越来越有力量 老虎也可 我们也知道啊 就是每个人都怕 但是呢 每个人就喜欢老虎 是为什么 因为老虎很美很漂亮 但是呢 它有自己的威严在那边 所以说呢 又可以帮你招人员 又可以提升你的威望 让你变得在职场里呀 生意场里面呀 公司里面呢 变得是非常非常厉害 供奉这个虎岩石呢 就比较简单了 白酒一定要有 烟一定要有 还有一个就是槟榔 台湾的朋友就OK的 到哪里都可以买到槟榔了 然后呢 它会帮你提升你自己的力量 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高 但是有的朋友说 就是我供奉这个虎岩石很难 在家里面没有地方供奉 师傅这边还有这个 佩戴型的虎岩石 等一下我要请一尊这个虎岩石 放在自己家里面 这种这个佩戴型的虎岩石呢 是整个金属制作 有九宝铜 有黄铜 还有纯银板 三板不一样 现在我手里拿的这尊呢 是黄铜板的 等一下我们会拿细节 给大家看一下 整个这一尊虎岩石 上面都画满了符文 而且是师傅亲自手写画的 然后师傅也加持了很久 自己加持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来加持这一尊虎岩石 你就可想而知其力量有多么的大 这尊虎岩石里面 你别看小小的 里面有浮管啊 包括剩料啊 蜜料啊 都加在里面 整个塞的这个虎岩石的身体 让它其力量呢 就更大 变得更强大 这一尊呢 就是一定要去到这个这个 加工工厂啊 去做一个很漂亮的壳子 然后呢 佩戴在自己的胸口 佩戴自己的胸口 一定记住啊 是戴在胸口的啊 不要放在腰上啊 不可以的 然后呢 每天戴之前呢 双手合十许愿啊 许愿 然后呢 再佩戴在脖子上 这样呢 就会 它就会来帮你 然后帮你提升你的力量啊 来帮助你的愿望啊 这种虎皮的浮管 皮尤色 皮尤色 虎皮的浮管 呃 这这边呢 用的这个老虎呢 老虎皮呢 就是整个东南亚 和孟加拉这边的那种 孟加拉虎 所以它这个力量非常大 因为它在雨林里啊 野性是非常强的 也是非常难得的圣物 对吧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两尊呢 是什么浮管啊 是鱼皮浮管 是用什么鱼做的呢 就是我们 称之为黄鲦鱼 也有被称之为浮粪的 浮粪 就这种大扁扁的 像平底锅一样那种大鱼 用它那种鱼皮做的 是鱼皮做的 是鱼皮做的 一粒一粒的 就像珍珠一样 主要是守正财 招偏财 然后呢 还有党险党灾保平安 这种 也是幸运之鱼 有点像什么 像那个幸运星一样 佩戴这个服馆 就好像 好像在带那个幸运星一样 给你带来好运 你的好运气 我左手边的这 这个小服馆呢 就是师傅做得很漂亮 就是我们可以带在手腕上 把它带在手腕上 另外这个呢 就可以带在胸前 也可以 这种 配一个珠子 带在手腕上 很好看 就像师傅做的这款 就是一样 可以 带在手腕上 然后中间是这个服馆 但这个服馆又不一样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大家最喜欢的 富贵招财古曼的服馆 这里面呢 小小的一尊呢 是一个古曼 古曼铜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油 我们问一下这个师傅 这个里面是什么油 刚才是南蛮的呢 南蛮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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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力量 不算是阴派 因为他来自于谁 来自于古巴爹 龙婆爹 就是古曼之父 龙婆爹 然后呢 还有什么龙婆撒空师傅 龙婆撒空 刚才我也介绍了 是这个歪头天 龙婆天师傅的徒弟 很有名很有名 用他们这些 遗留下的这些古 派古曼粉 然后加在里面 用的是什么 佛前的金童子 然后助灵 住在里面 所以这个不算是阴派 不算阴派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 师傅设计着 就是可以把它戴在手腕上 如果要是阴派的话 就是你要放在家里面 比较下面的地方 然后去供奉 但这个是可以带出去 随时可以跟你出门 然后你可以跟他交流 你会有耳抱啊 梦抱啊 什么叫耳抱梦抱 就是有时候你会听到 他跟你讲话呀 梦抱呢 会他会入你的梦啊 有的时候会这样 记住洗澡睡觉 千万不要带 把它放在一个干净的地方就可以了 有的朋友呢 是比较喜欢这种供奉型古曼的 所以我在师傅这看到了 也是这个 有三尊供奉型古曼 很可爱啊 粉色白色和金色 刚才师傅呢 给我介绍了一下 这三尊呢为什么颜色是不同的呢 因为因为你的需求是不同的 比如说你喜欢想招一些人员呢 招一些魅力呀 让你的感情更好一些 想求古曼去来帮你呢 你就可以供奉这个粉色的 然后你是比较一个心静的人 是真正的想供奉古曼的人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朋友啊 前一段时间刚刚请了一尊古曼 他非常好 今天还在跟我聊 他想通过古曼呢 做一个基金会 然后呢 用这个基金会呢 去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呢 把功德回馈给古曼 像这样的朋友 就可以供奉这种白色的古曼童 因为白色嘛 是比较干净的 纯净的 代表着禅修这方面 我什么也不求 我就想求财 怎么办 我们就可以求这个金色的古曼童 这尊金色的古曼童呢 主要是守财 力量的更大一些 你像有一些美少女 你们花钱如流水一般 怎么都存不下钱 怎么办 就可以供奉这种 专门以守财为主的这种古曼童 来帮助你的 把你的财留住 因为我们曾经呢 去拜访 这个一位老僧人 古巴岛师傅 他呢 也是马实能这个法门的 这个这个著称啊 所以我们也看到师傅这边呢 也是有这个马实能的这个福布 主要呢 就是因缘 你的因缘 你的异性缘为主 那比如说 我看到一个人 好喜欢 爱而不得 求而不得 怎么办 那就是可以 去在去在家里面 挂一张这个 马实能 来改变你的气场 你的自个人磁场 比如说你的感情磁场啊 你的 你的 桃花运啊 包括人缘和魅力这方面 马 就记住啊 马实能 然后刚才师傅 还给我讲了一个 他的这个更强的功效是什么 我们看到上面有一个格子 下面有个格子 干什么用的呢 把你喜欢的人和你自己的名字 生日写在这里边 然后呢 把它 合十 合在一起 然后叠的小小的 哎 然后呢 找一根红色的绳子 绑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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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然后放到你的枕头下面 不管是什么 夫妻吵架 情侣分开 还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们分开的 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帮你呢 促进你的复合呀 促进你们缓和 促进你们的感情提升 哇 今天我们就幸运了 师傅呢 这一辽高兴了 师傅 师傅就把自己的珍藏 跟我拿出来了 你想这尊 非常古老的一尊 这个这个 来自于缅甸的佛 早期呢 缅甸佛是没有脸的 没有法相的 没有脸 密框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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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卡普 意思是什么呢 不用去用五官去感受这个世界 这尊佛的意思啊 不用去看 不要去闻 不要去尝 不要去听 要用你的脑 去想这个世界 嗯 所以说 这尊呢 是非常有助于禅定这方面 啊 比如说你在家就禅修 可以 呃 南三马提 哎 就是 叫什么 禅 禅坐呀 然后你就可以供奉这个 让他呢 打开你的智慧 啊 这叫开 这才叫开光 记住啊 开光和加持是两个概念哦 只有佛才可以开你的心光啊 师傅念经 这个叫做加持念力 师傅把自己的力量用这个经文的方式来加持到这个圣物 这个叫加持念力 不要什么到哪儿啊 帮我把佛珠开光一下 帮我帮我把佛像开光一下 这是不对的啊 只有佛可以开你的心光 这才叫开光 记住 这尊是什么 是佛祖啊 佛祖年少的时候 那所以说上面有一个荷叶盖在头上边 然后呢 师傅刚才跟我讲 这尊佛像里面呢 加了每一个这个关节的部位呢 是加了这个圣物在里面的 呃 所以说这尊也是 蒙干雷果比了 雷果比 也也是也是一百多年的这种老佛 真的 今天真是非常感谢师傅 给我们 介绍了这么多好物啊 真是 我问你一个口口口吗 我干了 内南空 空 空地 有马轮 OK 今天呢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非常感谢师傅 介绍了这么多好东西给我们 让我们又增添了很多新的知识 感谢师傅 然后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记住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OK 欢迎订阅 谢谢 拜拜